那中秋节我们就先来说一说中秋节的来历 其实有关中秋节的来历向来是众说不一 但是据专家考证呢 中国三大传统节日 春节 端午和中秋 中秋节的行程是最晚的 但尽管如此也是历史相当的悠久 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月亮的礼俗 据周理记载 周代已经有中秋夜银寒 秋分拜月的活动 农历八月中旬又是秋凉收获之际 人们为了答谢神旨的护佑 而举行一系列仪式和庆祝活动 称为秋报 中秋时节天高气爽月朗中天 正是观赏月亮的最佳使令 于是祭祀逐渐被赏月等活动所替代 并且延续下来 在中秋节演变的过程中 古老的礼俗与众多神话传说 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中其他元素 不断融合在一起 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重要节庆 中秋成为固定节日 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初年 不过当时过中秋似乎还是以赏月和玩月为主 并没有在民间广泛流行 中秋节的正式形成 尤其是在民间盛行 是在宋代的事情 北宋年间8月15被确定为中秋节 并且出现了小饼如嚼月 中有苏和仪的节令食品 赏月吃月饼 赏柜 观潮等节庆活动蔚然成风 明清时期 中秋节已经成为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并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和东南亚等地 逐渐传播开来 在赏月吃月饼等活动的基础上 各地还逐渐发展出 卖兔盐 树中秋 无火龙 走月亮等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 使得中秋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 具有了更多动人的文化内涵 我们看了短片了解了中秋节的起源 我感觉有两个关键词 所有的起源说法都跟这两个有关 一个是月亮对月亮的崇拜 还有一个就是秋季 秋季的祭祀 还有丰收这样的一个含义 您觉得为什么中秋节跟这两个元素息息相关呢 因为太阳和月亮跟人类的生活是最修气相关的 古人有在春分 这个祭日 有在秋分的祭月的这样的一个习俗 当然在古代 这两个祭日和祭月 主要都是皇家 都是这个贵族 都是皇家举行的这个仪式 比方说我们北京有日坛 有月坛 这就是过去祭祀月亮和祭祀太阳 留下的痕迹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痕迹是什么呢 就是到了秋收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叫中秋呢 因为它是三秋 中间的这个秋 所以也叫中秋 这就是丰收的季节 那么丰收的时候要拜谁呢 要拜土地公 要拜这个社稷之神 也就是要拜社 这个社神呢 实际上就是土地神的总会 所以在中国古代呢 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收成都跟太阳月亮有关系 我们要取得好的丰收年景呢 在古人看来 就要拜这个土地公 拜这个土地神 所以呢 中秋节又是个丰收的节日 同时呢 又是月圆之节 所以有人又把它叫月亮节 在这种情况下呢 当然到了中秋的时候 就要举行一些庆祝的活动 就要举行一些祭祀的活动 所以这两个来源 是中秋节最重要的来源 可以看得出来 跟人类的活动 都是非常的契合的 跟这个是离不开的 那刚才您也已经提到了 就是中秋节又叫中月节 八月节 其实中秋节的名称有很多 那什么时候就形成了节日呢 这个刚才呢 我们的小片里头也说到了 就是最早最早 其实开始吃饼这个习俗啊 那是当然是在周代的时候就有 但是应该说比较早 开始赏月观月 这是在唐代的时候 但唐代的时候 并没说这是个节日 而且那饼呢 那也不叫月饼 那到了宋代的时候 还放假一天了 那会儿啊 这就变成公共假期了 然后呢 虽然也刚才那有一首诗 说什么小饼 像叫月亮似的 那是苏式的诗 但也不叫月饼 真正开始叫月饼 这都到了明代了 所以这个 它变成正式的一个节日啊 是在宋代 之前呢 只是有一些拜月 祭夜的一些活动 晚上的活动 但真正这月饼落了石 吃到我们嘴里头 这叫月饼 这到了明代了 听了康老师这样一讲解 是不是感觉到 现在您正在吃的月饼 都具有一种历史的含义了 那是 人文底蕴非常丰厚的饼 感觉吃的不仅仅是月饼 吃的是一种文化 是这样 我们中秋节过得 非常的有意义了 很有内涵